科学前沿观天下赌学名李洞环宇。 1月3日,当世界仍在庆祝中国成俄四号,在月球背面的历史性着陆时,中国宣布了又一项计划,继续进行第三次月球任务,为日后建立永久性月球基地奠定基础。 定基月球一直是人类的愿望,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在月球体点附近大量水资源的发现,使这一愿望慢慢变成现实。 近日,外媒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到底有多接近于实现这一目标呢? 第一个月球基地 西方科学家们认为,第一个月球基地,可能是一个由高度自动化机器系统运行的无人设施类似亚马逊的仓库,这样就可以确保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支持系统,在人类真正在月球上建立基地之前的正常运作。 而月球上的环境相较于地球更加热烈,温度波动幅度更大,太阳辐射也更强,这对人体的影响,不得不考虑充分。 毕竟,人类对长期地外生活的知识知之甚少。 不过,由中国嫦娥四号所携带的种子成功发芽,这种史无前例的成功,无疑对日后在月球上建立农场铺平了道路。 建立月球基地与人类,建立第一座海上钻井平台有些许的相似之处,二者都要对施工材料的运输,进行充分地研究。 因此,在建立月球基地前,必须对月球土壤进行检测。 科学家认为,中国已经在探测月表土壤上快人一步,而这一任务,对建造月球研究基地、基础设施,并保护基地免受恶劣环境的破坏,是非常重要的。 3D打印技术 在所有的建造月球基地的技术中,3D打印被认为是最高效,最实用且最具险景的技术之一。 在现实生活中,3D打印技术,彻底改变了生产率和效率,有效地减少了浪费,降低了生产成本。 中国研究人员认为,将3D打印技术,在月球基地的建设中,充分运用是很有必要的。 3D打印,可以满足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基地零部件的更换等所有任务。 然而,目前在太空环境中,使用3D打印技术,是一项真正的挑战。 我们需要研发出一款,能够在太空环境中正常工作的3D打印机。 新材料 我们都知道,像光纤一类的材料,一旦进入太空,其属性就会发生变化。 因此,3D打印的原材料必不可少,且必须能够适应月球上的环境。 如此一来,发展新的技术和材料,来解决这一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例如,德国科学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研制出一款随时取用的不锈钢材料,来进行3D打印。 纳法也向我们展示了失众环境下的3D打印技术,这表明在外太空使用3D打印技术是完全可行的。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类已经掌握了在地球上,使用3D打印技术建造房屋的技术要求。 举一反三,我们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方式,在月球建立基地。 早在2005年,纳法就曾举办过有关使用3D打印建立人类栖息地的比赛,直在为地球,甚至为在月球,火星上建立基地做打算。 在月球上生活。 虽然在月球建造基地,已经不存在太多的技术难题,不过我们同样需要考虑长时间的月球生活对人体的影响。 迄今为止,科学家已经进行了一部分细胞水平的研究,以探究其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人体器官、组织和细胞对重力的变化十分敏感,但就目前,我们不仅缺乏对人体细胞代生的理解,对月球环境对细胞的影响,同样支支甚少。 因此,我们不得不执念一些问题,如果宇航员在月球上生病了怎么办?来自地球的药物还能够发挥作用吗?如何确保宇航员的生命安全? 从长远来看,这些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俄罗斯最近公布了世界上第一台在微重力环境下运行的3D生物打印机。 该仪器可以帮助宇航员进行必要的手术,为宇航员提供医疗支持,对于保证月球任务的圆满完成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打破桎梏。 说到底,中国究竟能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吗? 国外科学家认为,答案是必然的,中国将在未来10至15年内,开展在人登月任务,进一步为建立月球基地奠定基础。 不过,任谁也无法保证,以人类的体质,能够在地外涨期生存。 作者朱章杭宇。 参考文献,How? Realistic,Arakinis,Plasto,Builder,Research,Station. On the Moon,Fay Conversation,January 17,2019。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我。